大家好,我是Tami 今天是11月29日,周五,黑色星期五 今天是购物的大折扣热 所以说很多人今天都会去买东西 因为它这种折扣力度上大很大的 大家已经看到了外面是堆麻辣雪 这趟雪是昨天下午四点钟 三点多钟开始下的 在公司我们就发现下大雪了 所以说公司就紧接通知 大家就清理一下这个工作现场 这些就下班了 我们就用了五分钟把整个工作现场清理干净 就马上下班 但是呢,昨天我回家呢 还是用了三个小时才到家 我三点四十多我就出来了 一直到六点四十多才到家 就整个大雪看不清楚 而且呢就是这样 因为一开始下雪嘛 这个除冰的啊,这些东西啊 就是来不及嘛 现在就是这样 它这个主冰上面的东西就很好 但是家里面的东西就很差 又加上停电 就是几个警察用手电 在指挥这个交通 昨天我回家 我前面这十多公里 从公司出来的这十多公里 很快就到了 因为刚刚下雪 公司通知也要接 很及时就知道会赌场 但是到了这条租路上的时候呢 就开始 就离家里还有十三公里 十四公里的时候 就开始赌得一塌 一开始有电 后面没电 所以说堵得一塌都不堵 所以说堵得一塌都不堵 今天上班 我们早晨也刚刚也看了 看了这个信息 刚刚也没有公司 看了邮件 没有通知讲不用上班 所以说我就出来了 今天的温度还是就是这样 大家也看到了 地面是没有结冰的 它是零度 因为是没有结冰的 而且就是因为它撒了这个烟 所以说龙穴 走路上的龙穴 很快的 今天说什么呢 今天 说说我自己的 昨天领了工资以后的一个 一个 我昨天呢 发了工资 就是 我昨天晚上呢 回了家 本来堵车堵了三个小时 心里都 都堵得很郁闷了 对不对 但是我拆开星空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 这个资票的这个工资组成 就更郁闷了 为什么更郁闷了呢 我上两周呢 工作了六十六十多个小时吧 具体的一段 反正我就是按照工资收入来说呢 我就是应该能领到八百多块钱 八百六十多块钱 但是呢 出去社保啊 就是社我养老金这块啊 还有什么 养老金跟退休金 那是分开的 两块 算起来就扣了我一百三十多块钱 应该是一百三十多块钱 我只拿到了七百多块钱 天哪 是吧 两周啊 就等于是 你干四周一个月嘛 到时候才一千五百多块钱 是吧 我虽然说 米杂招也给我 招也提醒了 因为他 他自己有工作嘛 到这里啊 扣税扣得你特别厉害 就是讲 反正都很明细的 一条一条 扣了你多少多少多少钱 这个是什么什么钱 我看了一下呢 包括就是讲 公司出的这部分呢 我应该的这个 应该有一千一百多块钱 总的就是讲 发给我的嘛 但是呢 交呢 就是我到手 我个人所得呢 只有七百多块钱 包括公司交了一百四十多块钱 我自己个人交了一百多块钱 总共呢 交给政府呢 就已经交了 两百 将近两百八吧 好像还是两百八多一点点 加拿大真的是万岁 哈哈 我今早上起来我想一想 这个 能 怎么说呢 能有一份工作 先 先 先积累工作经验嘛 对不对 因为毕竟我们 我是 确实是 是没有什么 就是讲 工作的 就是 在这边 能找到工作的工作技能嘛 而且语言也 特别差 不行 所以说 这份工作还是 不管怎么辛苦啊 不管 抱怨 工资低啊 是吧 还是坚持下去吧 是吧 做下去 嗯 昨天呢 我在 也在保证 跟我一个工友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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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聊天嘛 也就是很简单的聊 他问我 多大了 因为是 两个男人之间聊天 应该是 不用去不要紧张的 所以 他问我 所以 我又问他 因为我们两个人 能开的车是一样的 是怎么 这个天这么了解的 我们两个人的车型一样的 而且颜色也是一样的 停在也是在一起 所以说 昨天中午呢 我 我吃完便当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便当盒放到车上去 我就走 走错了车子 我就走到他车子 旁边去了 他就刚好在里面 午休 是吧 然后 后面 到了 工作 时间 他就跟我在一起做 就是 就在我旁边的工位上面 所以说 就聊起来 我想一下 这个问题可能也值得思考一下 特别是昨天提合我 拿了这个工子以后 他比我后来两天 三十六岁了 三十六岁了 一个就是当地人 也不是说当地人嘛 他家里是这里的 他五年以前 五年还是四年以前去 因为阿阿波塔 那个时候私有多嘛 工作机会也多 就去阿阿波塔干了几年 现在阿阿波塔的私有可能 就是讲 因为有家不景气嘛 所以说 他又回流到这边 他的车呢 是 他去阿阿波塔以前呢 他 他 应该是 不然的嘛 就是 奶奶 跟他买的车 也不是讲 奶奶特意跟他买的车 就是奶奶开了几年的车 就给了给他 是吧 所以说 我们就撩起车 我会为什么 我会去说这个事情 我就想 他应该就是 没有语言的障碍吧 对不对 然后他为什么还是 反正的工作 所以说 既然他没有语言障碍 那他为什么会 是跟着这个工作呢 是不是从另外一个 就是说 就是讲 要很高兴的 这个 不要讲很高兴嘛 要高兴的人 就是讲 语言 也要更好 而且也要有技能 你要去学什么东西 你要去 读一个 学校 或者是有的威士典 可能会 可能会找到 说的更好一点的工作 对不对 但是他三十多岁了 我也 我没有问他 他也没有结婚 或者是有一个小孩 我看他样子就是 好像没结婚 或者是 不愿意结婚的 所以说 难来又难来的聊 聊天 就不会 生不到这一种 所以说 这一种 我也没问他 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 你要想在 就是给别人打工 取得很高的收入 可能很困难 我现在的 我的感想 所以说 借了工作经验以后 把语言搞好 是不是 还是要回到 金山的这条路上呢 我是对我自己的思考 因为在 国内 就是 假如说 你去 做这个 工厂的 就是流水线的工作 虽然说很劳力 但是 不劳心 我是 到目前为止 就包括到今天为止 我都是 还是很喜欢的 因为 在国内做了太多 劳心的这个工作了 所以说 要想化一下 做劳累的工作 但是做劳累的工作呢 要么你就有很好的技能 你要 在语言 注意要求的情况下 你要去学一个 很好的技能 那就可能 就是讲 虽然说 劳力 但是因为是 靠技术吃饭 可能收入会高很多 如果你还是不去学技能 哪怕你语言好吗 你可能 你也就是 就是 就是拿到 第一薪水的工作 也很难拿高 高的工资 所以说 这一切都是 就是生活的 那 纯粹的是 去记录一下 因为 昨天 看到这份工资大 扣了百分之 扣了百分之三十的 真的 真正的意思上说 就是讲 扣了百分之三十的钱 因为 工资也给扣了一百十五百 我有一个朋友 难怪说 他 他 他就说了 他说你还这样说 他其实算 算起来的话 嗯 你觉得 又是付了一半的税 我讲 为什么 但你现在拿到手七百多 你七百多你要画出去吧 对不对 你画出去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还不含税吧 你是不是也要再交百分之十五的税 我想一下也是有个道理 这边 哪怕你去买一瓶水 你还是要交百分之十五的税吧 是吧 哈哈 所以说 这个 这个就是 加拿大的生活 就是讲 嗯 昨天我也看了 这个 就是讲 在这边的这个 华人圈嘛 他们 他们聊天 是 那来加拿大呢 有几个时间段 你要去 就是讲 是 大家都几乎说 都是同样的 他说 蜜月期呢 就是 有三四个月 你来的前三四个月呢 你觉得这个加拿大很好很好 那等三四个月以后呢 你讲到说你工作了 你就进入了这个社会里面去做 或者是干嘛的 你就会觉得他 第一个很单调 第二个就是 税收太重 现在我可能就是在第二个阶段 哈哈 应该是这样嘛 不管怎么样 是吧 过多或少 毕竟是 迈出第一步去了嘛 这就是加拿大的生活 我上班的 应该是 嗯 第二十天嘛 到今天可能就是已经二十天了 快一个月了 特意记录一下 特意记录一下 三周了 应该是已经有三周了 别就是 我不能 人类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